会紧张吗 还好 生活镜头吗 生活镜头吗 比较少 确实比较少 以前都埋头干活 这个埋头干活 大家好 欢迎回头看跨境 就阿美的阿美跨境 我们继续为你分析跨境 电商背后的案例商机 更多的核心的分析 记得关注我们官网 今天请来了一位朋友 这朋友一年没见 我上次见你好像差不多时间 差不多 六月份 差不多 六月份时间 在深圳 在深圳 这个来自于命运本土的 GNBA的创始人CQ 曾经 大家好 这个CQ 我们这个约约了一年 真有意 我们三年来只有见过 三面阿美跨境的话 差不多 19年见了一面 然后就到去年 21年见了一面 三年四年时间 GNBA现在是什么情况 很多人很莫衷 今天稍微介绍一下 这个是印尼本地的优秀的代表 GNBA是什么样一个情况 大家好 我是印尼本土卖家 GNBA的创始人 我们现在GNBA的情况是 我们在家居这个小列目里面 我们现在是第一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在印尼是有自建自己的仓储 有自建自己的整个叫做运营团队 现在整体的规模在印尼本土是200多号能 接近200 然后在国内的话 我们是有一个差不多30轮的一个供应链团队 这是我们现在现有的一个状态 大家好 我是阿米 欢迎收看看画镜 这阿米的阿米秀 陈青 1985年出生 福建人 腼腆不多眼 一旦打开画匣子就源源不断 30岁时便是连续创业者 一名本土品牌零售多渠道家居DGM 贝尔联合创始人 CEO 2022年 是他创业的第十个年头 2012年 从连续6年上市公司年度优秀员工 已经拿到无限期劳动合同经波波的他 决定离职创业 5年间 从一个天天在华强北拿货卖货的陶戏班转小卖家 到中国手机线上分销商前列 与数十亿市值的上市 仅一副制药的青年英才 4年前 在印尼旅行散心无意发现 印尼本土市场零售产品与中国电商巨大差异 本土消费者快速增长前景 且印尼中产部分消费力 本地电商基础设施 雷若支持下 电商旅游服务水平不高 果断落地本土 一扎根就4年 如今成为印尼本土品牌 零售多渠道家居第一 三年没见 当年被偶尔翻开一夜的中印 中国印尼本土品牌零售商创业的故事 总算重新接上并缓缓展开 除了激动人心的年轻创业者故事的另一面 一开始就坚定不移 做本土消费者喜欢的高品质 优质购物体验服务的本土精品品牌 一开始就坚定不移搭建 中国印尼两地创始团队 到如今 本土有超200人运营团队 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 并持续投入数百万巨资 搭建自己中印供应链 本土物流仓储配送能力 一开始就坚定不移的 建立合理集团管理架构 规划实施符合两国法律 摆回的企业内外事务合规 从单一本土渠道到如今 囊括线上主流电商平台渠道 TikTok电商 线下主流卖场渠道的 本土品牌零售商 在中国卖家还在跨国 只有做收批 牢骚打扑货就坚定不移 通过集合传统 进出口贸易方式 完成中印供应链 到敏约抓住 本土化配送服务体验 消费者加分利好 一举拿下各平台 类目第一 这个为什么刚刚讲到说 三年了跟CQ只见了三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亚加达 那时候我们当时 做一家国家专辑的时候 我当时印象中 特别深刻是 我看到的当时的你是 你别骄傲 是充满着灵气 以及生意人的这种生意气 那时候就对你是有印象 因为当时我们的一个共同朋友 当时追递点ID的 那个负责人May 我特别提到你说 这个人你可以和他好好聊聊 阿梅当时就跟我提过你 他说这个人很厉害的 我说这个人厉害吗 他说对啊 人家这个很有想法 也有很多执行力了 然后第二次我们在深圳见的时候 当时也是在你们深圳办公室 当时应该说你们算是爬坡 爬了一年 坡爬过去 先说一下那时候在亚加的状态 那时候在亚加的状态 其实我们也碰到一些很多的问题 就是本土化的困扰 这也本土化的一个困扰 然后为什么我觉得会有激情呢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大的市场 但是碰到的困扰就是我们在攻克的 就像你说在爬坡的过程中 在攻克各个三头的过程中 对吧 那我们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就一直在攻克各种各样这些小问题 那到现在为止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也希望 在行业里面能够跟大家多沟通 多交流的点 就是我们确实在 已经完成了一个比较小的一个 一个小目标 对一个小的一个目标 对就毕竟现有在印尼的这个规模在这 一千加外人次阅读八百加万字 一千加多区的支付洞察 四百加及五百加小时 四百加万字播放的视频案例 国内外人创跨境案例截图 近在跨境电商案例商机支付阿米跨境